有之前我有看过这个节目 然后 当中有看到一些我的朋友 比如 车田 出场我就知道是他 一出场就知道 他之前要跟你讲过吗 没有 我其实从那个 首先他还没唱 从那个外形我就感觉有影响 然后他一张嘴一唱就 露下了 对啊 蛮容易的 对我来讲啊 太容易了 我就猜对了 如果非常熟的 我一定能猜出来 机会这样说 我不用猜的 我想节目组 邀请我来 就是做这个猜语班 有一个原因 就是 我算那个年资 算生的一位艺人吧 那所以经历过不同年代的这个 哪怕乐坛 不同歌手 前辈也好 同辈也好 后辈也好 就是这个 现在还在 在实现的 在实现的 那所以 我来猜的话 我把我的资料库 应该还OK 然后就是 加上我是一个 那个求知欲很强的人 给我盘棍过 我逃不过 信心实际 OK 完全不在话下 没问题的 第一次来到蒙面舞台的 狂蜘蛛狂 极力隐藏自己 却现场遭到 调皮捣蛋的猫咪拆台 有可能他贴面 就会像羽毛小鞋 听到来的 推到后台 立马找到好友复仇 来来来 怎么样 红猪 红猪 打死你 好可爱啊你 你嗨 我刚刚那个访问的时候 讲 我说我要把你的微信送掉 你已经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出现在这里 被你害了 我还需要遮掩吗 我还需要遮掩吗 我上次大家也都说 我还不是在那边遮半天 好要先等了 好好哦 再见 你也差不多了 没有人知道你是谁啦 很多人出来都会吓人了 请婚再为 我也要遮掩 别uccess